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畅的地方 呼伦贝尔的美 美在自然 美在民俗 大自然是康慨的 它将草原 森林 实地 和湖 恩赐给了呼伦贝尔 大草原 一望无际 白云朵朵 水草丰美 大森林 绚丽多姿 草木葱龙 山水一色 大湿地 生成造化了地球生命的 无比神奇 大河湖 诉说着前辈 走过的足迹 生生不息 大自然 也是神奇的 天造地设 汇救了呼伦贝尔 风格鲜明 无法复制的四季 呼伦贝尔的春 是蓬勃的 一点点红色 在冰雪中绽放 渐渐开满山坡 装点成 灿若云霞的 红春 呼伦贝尔的夏季 是多情的 这里有蔓延天际的 无边绿海 这里有 星罗旗布的 河流湖泊 呼伦贝尔大草原 也因其广阔 壮美 而享誉世界 被誉为世界级旅游品牌 内蒙古旅游的 金字招牌 呼伦贝尔的秋 是醉人的 金了霜 金了雪 捧献出 五彩分城 层林静染的新安 和天高云淡 遍夜金黄的草原 呼伦贝尔的东 是火热的 这里有 越冷越热情的 中国冷籍 这里有 零下五十八度 挑战严寒的 北国儿女 严寒 冰雪 这些大自然的恩赐 正在变成金山银山 历史的痕迹 无法抹去 岁月的更迭 在这里静静定格 这里有 厄文克史路部 驯路的灵音 有巴尔虎 唱不完的长调 东湖 匈奴 贤卑 柔然 契丹 士维 等古代北方少数民族 从这里 走向了蒙古高原 走向了中国历史的 核心地带 拓拔鲜卑人 从嘎仙洞出发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 少数民族政权 北魏王朝 一代天教 城及斯汗 由此踏上 席卷欧亚的征程 呼伦贝尔 由此被世人誉为 蒙古民族 发祥地 被学者称为 中华文明 第三元 现今 这里的蒙古 和达沃尔 厄文克 厄伦春 等三少民族 仍传承着 纯粹的游牧文化 和狩猎文化 中国 俄罗斯 蒙古 多种文化 在这里碰撞交融 三百年前 中俄盟 万里查道 由呼伦贝尔开断 时至今日 这里已经成为 三国间 友好往来 共同发展的 重要合作区域 通连三边的 跨境旅游 多资多彩的 文化交流 为呼伦贝尔 打上了一张 国际化标签 呼伦贝尔 正按照 自乐区的嘱托 依托 大自然 大民俗 原生态 国际化 发展 全域旅游 四季旅游 实施 旅游家战略 形成全要素 全产业链 旅游发展模式 任重道远的 呼伦贝尔 必将成为 壮美内蒙古 亮丽风景线上 璀璨的 明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